今天凌晨冷了很多 經常來有一間日韓餐廳的麵袍 是不是覺得很完美呢? 為什麼他們經常有這麼長的走廊呢? 坦白說,說到最後,永遠都是不夠位的 買家也有問過我 哎呀,這樣很容易,不知道要怎麼洗澡 但其實我是知道他們為什麼這樣做 他們是這麼設計的 倫敦冷了很多 現在我們身處倫敦一區 倫敦最大的交通書樓,Waterloo 我們今天要去哪裡呢? 就是去Kingston 如果大家來到Waterloo這個火車站的時候 覺得很迷惘的話,不需要 首先給你一個小提示 就是Kingston 通常都在前一點的平均 因為一路過有二十幾個平均 多數都在一二,甚至是今天我們拍五 另外,你去找那個終點站 就可以找Strawberry Hill 或者Shapperton 都是多數可以到達Kingston的終點站 而如果你不知道怎麼買票 一開始的時候 記住你就可以用Apple Pay 或者你的Credit Card 就可以直接進去 那我們現在出發了 我們現在到Kingston的Town Center 一看出去就是這個戲院 如果大家還沒看我們去年介紹Kingston的影片 可以看看 因為去年是Summer那時來的 天氣比較好 其實Kinson的活力是很多的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University Town 現在就跟大家去看看 從我們Kingston的火車站 一路去到我們的屋苑 沿路是有些什麼 Kingston的火車站出來 是經過這段時間的小街 其實你是搜尋 Kingston有什麼美麗餐廳 其實是很多的 不過我很沒大致 想展示給大家看 其實我整個Kingston經常來 就是有一間日韓餐廳的麵店 其實就是這間 我經常吃過麵 在街邊 如果大家看到我們的頻道多 大家都知道 我最喜歡的就是 街邊的麵 還有可能Bubble Tea 所以這間也不錯 這間就是Korea Street Food 小時候可能有湯麵 或者是韓式牛肉飯等等 這間也很棒 在這裡轉出來 就是HSBC 這個位置就是High Street 我想給大家看 屋苑在哪裡 其實就是在後面白色的位置 封了薄膜 白色的位置就是這裡 所以如果從High Street走過去 真的一兩分鐘步行範圍就到 再走前一點 這條就是High Street 這裡一直直出去 就是Bantle Shopping Center Kingston Market Square 和John Lewis河邊 覺得它的生活上是非常集中 而且巴士線也很足以 滿足你們的日常需要 譬如說去到Richmond Hampton Court Palace 甚至去到倫敦的Town Center Zone One 都可以搭巴士 Hello 我們到了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Crown Collection Royal Exchange Kingston的 柳王系列 就是它 一共有15層樓高 整個的Site 大概只有260多間的單位 剛剛開售的就是它的柳王 所以特地去到現場 跟大家直擊報道 因為這裡主要都是 Family為主 就算出租也好 自住也好 所以它主要都是一些大戶型 譬如好像由這部分 12樓 一路到15樓 全部都是三房單位 所以一梯只是三夥 Specification 也是全面 upgrade 還有它的地板 就是Engineer Foring 所有的家電 除了是洗衣機之外 因為全部都有咪尼 大家可以看看 大部分它們都是全落地玻璃 除了是3、6、9、12 就會有少少這裡 有個Decorative的位置 先說說方位 正面望這個位置 是南邊 所以這邊就會是東南向 這邊是西南向 然後這裡向後面就是北向 再下 這些都是兩房單位 一梯是四伙 所以全部都是雙朝向 東南向 你看到那邊 除了這裡都是民居 沒有什麼座 還可以看到那邊有公園景 由於雙朝向 它的彩光度又會高很多 繞到過來 會看到兩個矮矮的 是二級保護的建築物 即是18世紀的時候已經在 這個是油證局 這個是電話廳 它將來會變成什麼呢 就會是一些商業的部分 例如餐廳 caf bacery等等 而下面 它也有一些商店在這裡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concierge 直接說一下設備 它有24小時的concierge 前台服務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如果有些送件 或者你有朋友來探望你 或者你有什麼事 現在一間屋可以立即有人去 有個concierge 其實就好很多 另外它也有自己的gym 以及私家的影院 轉過來 這個以前就是一個電話局 現在就會變成一些co-working offices 所以如果你是投資的話 其實這裡也不錯 在這裡先說地段 現在我們看著的整個area 就是Kingston的市中心 它是一個皇家自治區 這裡就是它的train station 首先我們出來是不是覺得有點殘殘舊舊 但是它將會有upgrade的升級計劃 因為將來會有一個crossrail 2 是會經經Kingston的 就是我們的輕軌2號 如果有看之前的影片 都會留意過 我有介紹過 輕軌2號的投資策略 Bento的shopping mall會在這裡 我們現在的住宅區 就會在這個部分 所以基本上就是在Kingston的市中心裡面 這裡是一個太不適合的生活 所以沿著河邊有很多餐廳 Cave 也有很多本地人很喜歡 就這樣拿著兩瓶走 就去河邊坐下來 然後就開始party了 過條橋看到一個很大很大的皇家公園 那個地方叫做Hampton Court 裡面有一個皇宮的 叫Hampton Court Palace 而整個公園的名字也叫Bushy Park 所以環境就非常之優美 如果大家有留意過 英國的皇家公園 除了Bushy Park之外 還有Richmond Park 也是我們走就可以走到去的 Richmond Park有2500英帽大的 裡面很漂亮 日落日出 餵鹿仔都可以玩一天 除了Market Square之外 還有一個shopping mall 其實你看到Kingston 本身的生活配備已經很完善 但是我們的政府 還要將它升級 做一個regeneration 一共是投放了1.5Blb 到Kingston整個area 做一個upgrade 自然的環境 基本上Kingston真的沒有什麼可憐 這1.5Blb放在哪裡呢 升級的shopping mall Bentor Shopping Center Eden Walk是它的high street 裡面的shopping area 會將它升級 火車站是一個proposed Crossrail 2的位置 所以它整個會變得帥氣一點 讓我在一個大的地圖上去 跟大家解釋得清楚一點 到底我們現在的位置在哪裡 剛才我們上車在London Eye 就是Waterloo Waterloo 達火車就是Waterloo Vauxhall Glamham Junction Wimbledon等等 就去到我們的Kingston 王家自治區 我自己最喜歡的 就是這裡是沿著泰布斯河的 你只要走過去 真的走幾分鐘就可以去到河邊 我待會帶大家去實地考察一下 當然有很多很多正的學校 包括Tiffen Girls School Tiffen School 這些都是Grammar School 然後有Kingston Grammar 就是私校 還有很多 outstanding的學校 你上樓就回家 下樓就在最大的shopping area 又去河邊 然後又有很多陸法的地方 是不是覺得很完美呢 嗨 嗨 好了 我們現在到了示範單位 這邊就是你Open Plan的Kitchen 這邊就是你的大廳 每一個單位都會有不同的Layout 不過在這裡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的Specification 和有什麼顏色的選擇 Crown Collection是2023年收樓 所以現在我們都有足夠的時間 讓你去選擇你廚房的顏色 有淺色系和深色系 還有淺色就是有一點白灰色 而這種就是Navy Blue 兩種都不錯都不錯 都不錯 當然一如以往 它所有的電器都是Fully fitted給你的 在Crown Collection裡面 全部都是Upgrade了Mille Hope 然後有洗碗機 都會是Mille 這裏會配備你的雪櫃 嗯 一路做到差不多上到頂 所以你會看到 柱物的空間都多 Worktop和櫃中間 我叫Splashback 鋪了磚的 看看櫃桶 裡面有Organizer 櫃底會有Downlight 轉過來看到我們大廳 全落地玻璃 除了3692之外 非常非常採光充足 一路就一路可以在這裡延續到你的房間 大家會看到在Crown Collection裡面 我們提一提 就是它全部都是地板 就不是地毯 先看看這間小的兩房 Wardroop這個位置 那邊我覺得它的空間還足夠 可以放到一個 比如說梳妝桌或書桌 這張床放在中間三邊 下床也沒有問題 還有一個落地窗 在這裡 2nd bedroom 但似乎它的空間感都很足夠 再轉過來欣賞一下它的主人房 比較值得看的當然是一個衣櫃 我還喜歡它這個 黑色的型格少少 大家不知又覺得夠不夠位 如果有一個Conor L 字型的Walking Wardroom 不過坦白說 說到尾 永遠都是不夠位的 這裡它會有一個鏡櫃 磚的顏色是白色 洗手間就會配上深色色系的磚 而磚的磚這隻顏色 和這個Pattern都挺有特色 上面會有Rain Shower 以及刮了凍 這裡你會發現為什麼只有一半 其實很多的買家都有問過我 哎呀 這樣很容易 不知怎樣洗澡 但其實說真的 我是知道為什麼他們這樣做 因為他們的概念 英國人 無出身 他們經常浸浴 那個Rain Shower 可以不斷移到最後 不斷移過一過水 所以他們是這樣設計 剛才提到 那裡有很多的Cupboard 看看這裡 Utinity 這裡可以掛衣 洗衣機都在這裡 提一提 平時他們是用Zanuzi的 Crown Collection裡面 他們會升級到Siemens 這個是Ventilation 因為船屋都有Ventilation System 換風系統等等 還有Boiler等等 在這裡 最後總結一下Crown Collection的資料 它是一個999年產權的15層的Apartment 它的Specification是升級了 特別是他們是用Engineer Flooring 全部是Underfloor heating的地暖 而最重要的是 它大部分單位都是雙朝向至少 所以陽光十足 而它的位置也是非常卓越 就是在Kingston的市中心 在這裡 因為它是市中心KT-1 基本上可以批出來的住宅客服 已經賣少見少了 我們就會去到外面 就是去那個Shopping Town 既然在Kingston 都是在倫敦第三大的購物城 而我們現在時間差不多到聖誕 都是時候去添置一些聖誕禮物 所以就跟大家去一下Town 看看到底有沒有任何聖誕的佈置 Kingston Market 有很多新鮮店的食物 可以買 啊 咦 看看有沒有節省 嗯 第一個選擇的聖誕禮物 可以買這些浸泡泡肉的產品 因為英國人真的非常喜歡浸泡肉 這些挺好的 有些Christmas set 一間都不說 哇 很有Christmas的感覺 但我發現 Town裡面 就還未有很多Decoration 我們基本上 早兩天才Halloween 所以他們可能還要一段時間 才會去放那些Christmas的Decoration 我相信可能等到12月頭的話 這裏就會充滿了Christmas的氣氛 咦 走兩步又到我們的商場了 這個Bentor Center 就是我們之前說的 市政府將會進行一個upgrade 首先當然它的外貌會變得更加帥仔 裡面會有更多的位置 是for retail等等 所以現在我們就非常期待 它可以快點upgrade 然後變得更加帥仔 再過這邊 John Lewis有少少聖誕氣氛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去看看 有沒有什麼可以看 我現在站在John Lewis前面 看到他有很多開始有 Christmas的Decoration 相信裡面一定可以找到一些 適合我心水的聖誕禮物 我現在就進去Shopping 今天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今天介紹 Kingston這個住宅項目 因為它是在Kingston市中心 所以真的非常吸引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 記得一如以往 可以直接聯絡我們 跟我們了解一下 另外如果大家喜歡今天這段影片 記得Like、Share和Comment Elly今天在Kingston的報導 就告一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我們下次見